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这次相聚 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联系 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 为了这个遗憾 我在夜里响了又响 不肯吹去 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 为了你的承诺 在最绝望的时候 都忍着不哭泣 我生的城市啊 熟悉的凋落里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相拥 叹息 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漫天风沙里 望着你远去 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 多盼能送去千里 直到山穷水尽 一生和你相依 最近除了凤梨成为了新闻里面最热门的主角之外 当然就是台日求新的婚姻 似乎 只是似乎哦 好 濒临破灭 也成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头条新闻了 那很多人就说 你看 就是谈恋爱最好 谈恋爱的时候都不会有这些问题 一结了婚以后 问题就来了 婚姻就破灭了 其实呢 我一直觉得没有婚姻破灭这件事情 只有感情破灭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想想看人为什么会结婚 就是因为很相爱 所以才结婚嘛 对不对 是因为很爱嘛 所以就结婚了 那结婚以后为什么要离婚 就是因为觉得不爱了嘛 所以哪有婚姻破裂这件事情 根本就是感情破裂啊 不管要结婚还是不结婚 都是感情破裂嘛 那到底夫妻之间要怎么样才能够维持彼此的感情呢 那当然就是一直给他爱下去了 但是一直爱下去 所谓的将爱进行到底 这个中间当然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比方说我们其实都很喜新厌旧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不管是结婚的人 没有结婚的人 有没有谈恋爱的人 你自己闷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都很容易喜新厌旧 而且更为妙的事情是 因为人都是在变化的 对方在变化 我们也是在变化 如果都是朝向同一个方向变的话 那感情当然就比较不容易破灭 或者是比较不容易分开 但如果两个人正好是朝着背道而驰的方向去改变的话 那肯定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和谐 那在不和谐之中呢 可能都会想说 为什么你不能迁就我一点 以前在恋爱的时候 你不是对我很包容吗 为什么现在逆变了 对方可能也会想说 以前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是都很尊重我的意见吗 为什么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要跟我唱反调呢 逆变了 就从你变了 你辜负我了 你不再爱我了 开始发酵 然后这个感情真的就会越来越难以相处 到最后就只能走上感情破灭的道路 所以我们看得到的是 他们签字离婚了 我们看不到的是 他们感情破灭了 所以我说没有婚姻破灭嘛 只有感情破灭这件事情啊 那我最近呢 因为之前一直很努力的在写 写我的新书 那这个新书呢 真的写的我还蛮壮强的 蛮辛苦的 有一点想要挑战自己 就是我一直想要去找那些 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就是我的写作没有到达的地方 我要去思考那些 我没有想过的事 好 结果就把自己整得很惨 常常有要撞墙的痛苦 不过还好 最后终于还是写完了嘛 那写完了以后 就有一段小小的时间 是可以感觉可以松一口气 为了犒赏自己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我就开始疯狂大追剧 那我首先追的剧呢 就是张子怡的戏 因为张子怡不管大家说她什么国际章 或者任何的说法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她的演技还是很强的 我在看一代宗师的时候 可以说是完全被她所掳获 我觉得 这女生太会演了 所以她在三年前拍了一部 叫做大制作的宫廷大戏 叫做《上阳妇》 那在那出戏里面 当然她就是演一个 所谓的大女主咯 就是所有的故事 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女主角在进行的 那在这个剧本里面 在这个戏剧里面呢 她被她的担任丞相的父亲 以全谋之计就嫁给了一个 当时在守边关的大将军 这个大将军呢 因为她的军功显赫 所以被封为王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结婚了 但是他们两个人彼此是毫无情感基础的 或许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 其实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这位大王就已经在好几次偶然的机会里面 就有遇到过这位上阳郡主 就是张子怡所演的这个上阳郡主 或许她当时已经对这个女生留下了一些很深刻 和很不错的印象 总而言之呢 她们两个结婚经过了一些周折之后 终于开始开启了她们的先婚后爱的浪漫故事 张子怡演的不是只是一个柔弱的小女人 如果是这样的角色 她可能也不会演 她就是一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 很厉害的一个女权谋 我觉得她非常强 可是呢 当她的丈夫出现的时候 就是当这个大王出现的时候 她永远都会表现出最柔美 最撒娇的样子 她们在戏里面最常出现 就叫做公主报 我真的有偷偷的发现那个公主报 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我曾经有看过那个饰演大王的周依为 她有几次 她有好几次公主报 有一两次她在公主报的镜头前面 出现了一点微微的脚步不稳的情况 我每次忍不住扑齿笑起来 也说 嗯 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超级流行这个公主报 就是在古装系里面很流行 那么她们先婚后爱之后呢 就常常出现这种公主报的情况 那张子怡在系里面就有讲到一段话 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 她说 虽然说你不在的时候 我一个人可以挡住千军万马 但是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只想倚靠着你在你的怀里依偎 大王立马变成一滩温柔水 完全没有了那个沙场上面那种 很man的那种 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豪情 变成非常非常的恋爱咖 两个人当然就极尽缠绵之能事 那我也在想说 这其实也许真的就是目前吧 目前就是人们心里面的理想的形象 一个女人她可以非常强 但是她在也很强的男人的面前的时候 她一定要很柔弱 问题是通常非常强的男人 女人很难再找到比她更强的男人 我觉得是这样子了 所以这只能够把它当成一个浪漫的戏剧来看 但是你要把它落实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觉得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不管遭遇了什么样的挫折 试炼 他们都可以凭借着对于彼此的信心 而能够安然度过感情 还可以比以前来的更好 我觉得她可能启示了我们 关于在婚姻中如何继续进行爱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因为我们在婚姻里面不知道 我没有了 我是说人们在婚姻里面 是不是很容易就懒惰 就怠懒了 就觉得 何必这么麻烦 反正我的想法你应该都知道了 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去努力的经营彼此的感情 不是经营婚姻 是经营彼此的感情 以前我曾经在作品里面写过 我说婚姻从来没有办法保障爱情 是爱情保障了婚姻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的认识跟看法 在上阳妇这部戏里面 我要先讲一下就是 很多人对于上阳妇的不满 是来自于前几集 40岁的张子怡要努力乔装成14岁的女孩子 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有点违和 对我真的是觉得有点违和 但是还好就是很快她就长大了 然后她的那个气势一出来霸气一出来之后 就完全忘记掉关于前面不违和的事 就觉得对对对她就是上阳郡主没有错 她就是一个既可敬又可爱的女人 她们夫妻两个在戏剧里面讲过不止一次 就是因为她们太多的同甘苦共患难 九死一生 每次到最后紧要关头都是大王一支箭 就救了上阳郡主 天哪哪个女人不憧憬 这样浪漫的男人呢 然后她们两个曾经深情默默的看着彼此说 当日如是 一生如是 讲成大白话就是 我们曾经如此生死于共 我们一辈子都要生死于共 大概解释成大白话就是这样 当日如是 一生如是 多少夫妻都有当日如是 但是有多少夫妻可以坚持一生如是呢 但我还是这么说 婚姻不是问题 感情才是问题 好的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人家宣所演唱的四季 如果你的妥协丢了肯定就在床底 如果你想升个蓝牙 学养台上的猫咪 如果你能记得拥抱 跟我放下手机 如果你的心情不好 那么就来我这里 如果你想在心里面 许一个愿望 我是你的魔力 为你带来好运 如果你想在心里面 有一片海洋 趕快出来投机 哪怕映着头皮 我只早会烈日当空 晒得人们都不想懂 手里边出一叶做沉的山 随心随地换来彩虹 不要独自漫步相中 不要淹没在热海中 如果和我一起 就能感觉到那春夏秋冬 太多太多风景 总让你我动心 一念四季 一朝一夕 何时睁开眼睛 心声你喜喜听 一念四季 一遍一提 有时候忘记天空 开始向往飞行 有时候凭过 想要摆脱地心引力 可能是生命 只剩下完毕的精灵 挥动着抹着 画出看不见的轨迹 有时候你都忘了 你曾经拥有过的梦想 不凭心理的作者 忘了经历的风沙 迎接全新的感受 和我一起出发吧 和我和我在一起 一起看一念四季 我常觉得一念四季如常 但是因为有了一些节气 或是节日 就让日子变得有滋有味 而且变得充满了想象跟美好 今天呢 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哈列车 我们邀请到的是 旅读杂志的资深企画主编 甘赵文啊 赵文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先从旅读中国 变身为旅读杂志来聊一聊 赵文好 曼娟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拿到这本杂志 第一个印象就是说 哎呦是一本新的杂志吗 叫做旅读吗 后来看到里面才发现 不是原来是旅读中国杂志 更名了 是是没有错 其实这个更名 我们也酝酿了一段时日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 大概七八个年头以来 我们的报导的重心 是放在中国大陆 包含港澳地区 可是呢我觉得随着现在的是 这个时局事态的一个演变 有的时候我们光局现在 一个物理上的空间 并不足以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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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把那个目标放在介绍景点 而是更重视的去呈现出中华文化 就我们有个中华文化圈 在这个中华文化圈里面 人们是怎么思考 怎么审美 怎么过生活 反而是你们比较重视的一个新的主题 那像这一次呢 我看到我们旅读的封面故事 叫做闲逝春招 寒食小宴 这个看起来就觉得 非常的幽幻 符合春日万物博发的这样的一个气质 是 但赵文我必须要说 在台湾大家比较少提到寒食 更多是提到清明 没错 其实这两个节日本身有一些连带的关系 那我觉得今天讲到这个饮食的题目 也唤起了我对于 持续流转的一个凯探 好像我们才刚刚吃完团圆饭 才刚刚吃完几碗汤圆 马上就下接到这个寒食 其实寒食这样的一个名称 我们光用现代人的这个知觉去理解的话 会觉得好像非常的生冷 是一种长庚盛饭冷饭的感觉 好像很可怜这样子 对对对好像很可怜 可是其实我们深度去看 在过往的这个中华历史当中呢 所谓的寒食本身有非常丰富的 不管是文化的样态或者是呈现的形貌 其实大家把寒食想象成我们今天的所谓不开火也能食用的这些食品 它的这个格局就开阔许多了嘛 像一些点心啊 或者是说像一些这个不需要这个举照的这些汤汤水水的这些料理呢 其实都是寒食的一个环节 是而且我觉得我们到现在在台湾可能跟寒食节的关系最密切的 其实是吃那个那个把它包起来那个叫做水 润饼对润饼 然后很多市场里都有卖润饼 但是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因为清明节所以吃润饼 其实不是吧 应该是寒食所以吃润饼 对其实这个节庆本身它因为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呢 它其实有一个这个合并的关系啦 其实话说从头的话呢其实是在唐朝这个朝代 大家晓得唐朝就是一个兼容并蓄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朝代 在那个在这段时间呢 因为主事者觉得我们又有这个寒食的这个节庆 又有这个清明的节庆 其实两个时间上是蛮近的 那不如呢我们就这个把它予以这个合并 放了一个大的假期 所以其实过去寒食节清明节呢 在唐代的时代 对是个大廉价 很赞耶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它就变成是一个 它除了有这种寒食的文化之外呢 也有这个清明祭扫 春游的踏青的一个文化 当然这里头还融合了包括像三月三的上四节 如果熟悉唐诗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杜芙写过这个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利人 讲的就是这种春天的 很美哦 这个春天的时候二八家人在这个景点游玩 踏青 踏青 然后相看 接着叫提青 涟漪 就是很有一种这种春气荡漾的一种 一种氛围在里头 所以其实这个韩食文化它的面向很广 除了饮食之外呢 这种生活的调剂 这种闲适感 我觉得这才是韩食呈现的出来的一个重点 对 但是赵文就是因为现在旅读其实在谈的是文化嘛 所以不是只是很浮面的 很浅向的去谈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 其实还有做一些蛮深度的研究 我发现这个研究的部分你们这几年 不是这几年 这一段时间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就来讲讲韩食节 以前我们大家对于韩食的概念都是跟戒指推有关 跟静文公有关 他不小心烧死了戒指推 然后觉得很忏悔 从此以后这一天大家都不要用火在静火节 其实杂志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可能更符合事实真相的 没有错 我觉得我们好像每次都像写论文一样 对啊你们真的太认真了 收漏很多资料了 那跟财曼卷老师讲的是一个比较流传的说法 就是因为这个戒指推因为被火烧死了 所以要静火来表达对他的重逢跟悼念 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学者专家进行考证 那有些人呢觉得这一天不能用火的原因是因为在过去周朝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地上的火跟天上的这个星象的火会彼此呼应 容易造成一些灾疫 或者也有说是这个每一个季节有不同的火神来守守护 对所以每一个季节都要换火 要改火 对要换火 对没错没错 可是火神跟火神之间又不能相间 火神也会引发灾疫 所以如此这般下来呢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风俗产生了 那总而言之呢 今日的寒食呢就像我们所知道的 它是以不举照不开火 作为这个节庆的饮食文化方面的精神表现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蛮能接受的 而且看到杂志我才知道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常常古代都会有很多冰雹 那打下来之后哇不得了 就可能会对那个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在寒食呢 有的时候是寒食是五天 然后到了汉末跟三国的时候呢 天气很冷的时候 大家竟然要吃寒食 要吃冷的东西吃一个月 甚至于吃到一百零五天 所以好多人都死掉了 没有说 受不了 太可怕了 对所以朝廷还禁止大家不可以吃 可是结果那个一禁止之后 天上果然降下大冰雹 各种有趣的传说 我觉得都在这本旅读里面都有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来聊一聊 就是在历朝历代 大家过韩食节都过得很认真 而且连就是中国附近的友邦吧 以前的番薯像是日本啊韩国啊 他们也都在拜 不是也都在过韩食节 没有说我们其实整理了一个 所谓的汉字文化圈的韩食节 大家晓得这个中国文化的远远流长 影响周边的这些友邦呢也甚深了 包括现在大家如果去到韩国或者是越南 其实当地都有一个节庆是跟韩食有关的 韩国甚至就叫做韩食节 而不是我们台湾熟悉的清明节 那我们也考证了 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 大家想到日本就像这个生鱼片啊 等等的这些韩食 可是它的脉络跟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本地的风俗 所以你看我们在里头做了非常详尽的一个剖析 没错 所以就像赵文说的一样 旅读现在做这些文化的东西呢 这真的跟做论文一样 但是好处是呢 你如果真的去读学术论文你看不懂 可是你如果读到我们旅读的话 你看得很懂 色相味俱全 看得很懂 好待会儿呢 下一段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在历代的韩食 到底每一代的人都在吃什么 那圣局我们可以讲讲 如果现在你认真想过韩食 你又可以吃什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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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炊煙盛起 暮色照大地 想問陣陣水煙 你要去哪裏 夕陽有時期 黃昏有懷疑 世情懷疑 雖然沒意 我心中只有你 我們聽到這首歌是王妃所演唱的《又見吹煙》 不過今天在我們第二個小时幸福哈列車 我們偏偏就要聊不見吹煙過節 那到底是什麼節是不見吹煙的呢 那就是寒時節 因為寒時節都跟清明靠得很近 所以像我們在台灣大家都過清明 好像沒什麼人要過寒時了 但是寒時節其實是個非常有意思的節日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旅讀雜誌的資深企劃主編趕雯 趕雯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古時候的人不開火 那麼他們到底吃什麼呢 我覺得我自己蠻慶幸可以參與這期專題的製作 因為它大大豐富了我對寒時的想像 我以前想到的寒時大概就是潤餅 這麼平級的這樣的一些食材 可是我們翻閱歷朝歷代的這些記載 會發現其實古人在這種不開火的時節呢 他們這個預備的這個品項呢 是多樣化到讓我們今天都是自嘆俯辱的 比如從先勤開始 大家覺得說先勤一方面的這個烹飪的技術比較沒有那麼成熟 可是他們也正是因為這樣的限制沒有冰箱沒有這些加熱的設備 所以他們就大力的發展了包括像發酵啊 包括像這個醬料的製作啊等等的 從這個就地取材 然後將這些這個食料呢 轉化為當天不開火也能食用的這些食品 所以其實從先勤 然後到了魏晉呢 又有這些因為少數民族進駐的關係 有很多北方或是塞外的這樣的一些食材呢 也進入了 包括像乳酪啊等等的羊肉啊等等的 都變成是一個當朝歷代的特色 是 然後呢到了我們來講講唐朝好了好不好 因為唐朝真的是一個兼容并序的朝代 對其實唐朝很有趣 唐朝這個地方呢 大家曉得唐朝人是以這個以胖食為美 我覺得有一個跟他們飲食結構的改變可能也有一些關係 因為到唐代的時候呢 這種糖果糕點類的東西呢大量的製作 因為當時開始提煉了這個砂糖跟印度進行交流 所以有很大量的這些糖分呢進到了中國本土裡頭 所以我們如果去翻開這些歷史資料 會發現當時有很多這種外來的糕餅啊糕點類啊 其實今天大家如果去到伊朗阿拉伯一帶旅遊呢 會發現當時當地流傳的這些食物的種類呢 跟唐代的這些歷史記載或是圖像式的流傳呢 非常的相關喔 對啊 所以这种文化交流 它其实是留在这个饮食的呃呈现当中 非常的有趣有意思 对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些来自于可能什么土耳其啦 伊朗啦这些地方的点心印度啦 哦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可口呢 对他们都是用这种面食 然后进行各式各样的变化 那到了宋代呢 大家晓得这个呃素食呢开始抬头了 所以当时呢就发展了很多跟素食有关的这种呃饮食的工艺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做的很像肉食的这种蔬菜呢 都是在当时奠定了雏形 那这些食料呢当然也就成为韩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了 对而且像面筋啊豆腐啊笋啊菇类啊等等都开始乳制品都开始放入菜里面来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从先晴一直到现在哦 不断的有新的品项加入韩食的这个 韩食的一个大大的家族行列里头 对所以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就是说 诶饮食果然是跟我们的呃生命的呃这个发展 或者说时间文化之间的交流呢非常的有关系 嗯而且这个好像是从宋朝以后吧 也开始出现了蜜饯 蜜饯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的一种食品 没有错 蜜饯也就是可以当做零食 甚至是当做一个热量补充品来吃哦 一直到现在也还持续流传的透过舌尖的传递 嗯到了明清的时候呢 哎就出现了赵文非常喜欢的东西 比方说藕 红藕 你是很喜欢吃那个嗯姜米藕的对不对 就是里面放糯米 包糯米的 我每次去杭州出差哦 只要是当地的餐馆有这个糖藕 我一定会点 那他就是使用这个非常新鲜的这个莲藕嘛 然后里头有点把这个糯米香进去 嗯 然后这个卤制的非常的甜兮兮的 就觉得非常的顺口 对没错 好那在明清时代呢 就他们也会吃很多那种团子圆子那种 然后还有就是有香春芽拌面筋啦 柳叶芽拌豆腐 原来柳叶芽是可以拌豆腐的 没错你看我们今天都这个 没有想到古人的创意比我们还真的耶 高出不知凡几 是没错 当然还我们杂志里面还有包含了说 有一些就是少数民族他们在吃的是什么东西 另外呢也有讲到他们会把便当包好了之后呢 就去游春啊进行一些活动 那这活动其实非常的丰富 而且有一些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在持续着耶 对没有错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韩石它其实是融合了这个祭扫文化跟春游的文化 所以其实古人会利用这个大假期呢做很多这个户外活动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各个学校的运动会都会看到的拔河 当时也是流行在这个韩石的这个节令当中 因为这种戾气的展现刚好跟春天万物勃发的这个意象呢 可以互相的辉印 或者说这个放风筝啦 或者说是这个荡秋千啦 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古书古话里头常常会有这样的题材哦 就是风之错约的少女哦 或站或坐在秋千上头 这样子在风中摆荡哦 那种姿态跟飘逸的这样的一个神情呢 确实也让人这个心生向往 不仅春意荡漾了起来哦 对然后我觉得放风筝也很有趣 因为我们一直到读《红楼梦》的时候都还可以读到 他们在大观园里面放风筝的情景 有的人是美人风筝 有的人是什么大鸟的风筝 大家在那里放 除了要做非常漂亮的风筝之外 把它放上天空 就还看谁的风筝飞得比较高 最后还要拿一把剪刀 把那个风筝的线给剪断 对其实它也是代表着说 这个一年初始 要把这些汇区给去除 好像就随着这个风筝远扬而去了 所以新的一年又是一个春河景明的开始了 对没错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我觉得其实是更激烈的耶 比方说什么走马啦 斗鸡啦 处菊啦 这些就是属于比较激烈的 没有错 其实古人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呢 也是跟我们现在比呢 丝毫不逊色哦 像刚刚说 因为在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或者是唐代 这种重视马术的朝代呢 对 就要比赛这个射箭哦 而且呢这个比赛过程当然是带有一种趣味性啦 对 大家彼此这个透过体育的赛事呢 以武会友 嗯 还有包括像踢球等等的这样的活动呢 总之呢就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生机盎然的时候呢 表现出这个人的这种生命力跟生命欲望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春游呢能够结合起来呢 是非常应时当令的哦 对 就像看我们现在春天都是这个躲在家里头 然后这个好像娱乐活动也没那么多样 每天四季都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叫做滑手机 对对对 滑手机看3C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活动 对相比之下就比较单薄了一些哦 所以其实也鼓励大家可以利用这个三月四月的上好时间呢 出外走一走活动活动哦 对没错 像我看到里面讲到处局嘛 就是说踢足球 对不对 处局就是踢足球 这中国古代贵族也好 平民也好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我记得我在读金平梅的时候 读到西门庆很喜欢的一个小的那个 不能叫做厨绩 应该是少女娼绩 这个少女娼绩 她最大的本事就是她超级会踢足球 还跟西门庆他们一帮兄弟一起比足球 可以想象那个妙龄少女 她可以在那个球场上面驰骋踢过来踢过去 怪不得西门庆会喜欢她 真的很充满了生命力 是没错 好的待会呢 我们下一段呢 会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现代人 如果我现在想要文艺复兴一下 文化复兴一下 我想要过韩石节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点心 或者是什么样的食物 是很适合韩石节的时候来享用的呢 我们现在先来听听这首歌 是雷又婷所演唱的 吃什么 每天的这个时候 要带头要想过头 这个也像 那个也像 大餐之后是午餐 宵夜之前是晚餐 拥有这样的烦恼 让我惭愧却又很骄傲 吃什么 上肉拉面还是火锅 吃什么 老朝能干杯皮又越香越多 到底要吃什么 吃什么 哦 哦 哦 炸鱼炸沙炸豬排 烤鸡烤鸭烤地瓜 起司咖喱抓饼豆花 撒鸡酥西线绿片 炖饭和意大意面 汉堡牛排和披萨 过了安静八碗姜木鸭 吃什么 烧肉烂面还是不过 吃什么 热炒冷干面皮就越香越多 到底要吃什么 吃什么 吃什么 快打电话就好朋友 吃什么 甜甜味也在等我 都想都要 谁快来救救我 吃什么 吃什么 吃什么要吃什么 吃什么 吃什么要吃什么 吃什么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旅读杂志的资深企画主编甘赵文 在他们的这一期的杂志里面 跟我们一块 来享用 关于韩时节的一切美好 刚才我问了赵文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以前古代历史上面吃的东西 玩的玩意儿可能我们现在没办法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贪吃的人 我又想借着韩时节来大饱躲一下 大快躲一下 大饱口服一下 那么我在目前的台湾 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 还是做了很多很漂亮精巧 很大型的点心 可能我们吃不到 那么我能够在台湾吃到什么 对其实刚刚讲的 我也是心有气气焉了 这个 讲到吃了 想到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好吃的 跟韩时有关的主题 那其实我们聚焦到聚焦回台湾的话 其实台湾也有很多的这个店家呢 也投入这个所谓的韩时的生产链当中 是 比如说如果你是居住在大台北地区的朋友的话呢 像这个大稻城啊 或者说老派的南门市场啊等等 里头有很多的这种餐厅做坊呢 也是提供了许许多多的韩时选择 可以供大家在春日的时候大快躲一番 好的 我们现在就来一一做介绍好了 对 比如说我们这是介绍给大家的这个像异常预访啊 这个名声非常的响亮啊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糖狗啊 这个也是这家的这个金字招牌之一啊 那我觉得我们去做采访的时候呢 接管这个异常预访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老板呢 他将给我们讲一个概念 他说其实我们在选择蔬菜跟肉类的时候呢 两个标准其实有点不大一样 通常肉品呢是越这个越高价 这个一分钱一分货的前提之下呢 这个品质越好 对 可是蔬菜刚好相反啊 为什么 反而要越便宜 因为越便宜表示它越应食当令 大量生产 新鲜 对 大厨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概念就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说 一定要选用应食当令的 特别是韩食所在的这个春天呢 万物博发 有非常多跟蔬菜蔬食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料理呢 其实都很值得选购啊 那异常他们本身除了糖偶之外呢 也有很多的这种小点心 那在类型的旅途当中呢 有比较详实的这些介绍啊 是 所以大家不妨呢 可以去参阅一番 好的 接下来呢 可能就变成要吃甜的了 对对 那我们通常讲到甜点 我们就觉得 哦西方人甜点做的好 日本甜点也做的好 和果子做的好 但是其实呢 千万不要以为好的都在外面 台湾也有好的 对 刚才说到这个和果子 其实也跟韩食有关 唐代的时候很多浅唐食 从日本来到来到这个中国 就把很多的这些 当时的这些料理的记忆呢 带回了日本 对 所以这些和果子呢 很多都是跟唐代的这种点心呢 可以找到它的原型在里头 所以其实它也是糖果子 对不对 对对对 没有错没有错 OK 那说到这个果子 刚才提到南门市场里面 有一家上海的核心高团店 它就是做了各式各样的 这样的一些糕点 对 刚刚我才跟曼娟老师分享 我有一年呢 为了庆祝我的指导教授的生日 我就买了一个寿桃 那这个寿桃呢 非常的巨大 像一个婴儿一样 可以抱在怀里 天啊 对 所以这个寿桃就是那个 上海核心高高团店 所出品的 那这里头呢 就是它有非常各式各样的 这种面点 或者是这种面食点心类 是甜食 所以大家不妨呢 可以走一趟这个南门市场呢 去参观选购 OK 好 而且它也有很多小型的精致的点心 大家不要以为它只有卖那个跟婴儿一样大的寿桃 我没办法消化这么大的寿桃 其实还有很多小东西 其实那寿桃就跟那个陶太郎的桃子一样 剖开里头里头还有很多小寿桃 好可爱的感觉 很可爱 好 好那其实他们现在也还做了一些像是在旺华那边也做了什么核心八十八亭啊 然后大稻城他们也成立了一个中点概念店 就中式点心的概念店叫做核心一九七九四七 那这些都是我觉得是推广我们这种中式点心的很用心的一些点价 然后另外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个这个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的叫做清真马书饼铺 清真就是回教人 没错没错 听到清真 现在这个清真也不能乱用 它必须要有这个认证的嘛 因为它必须不包含某些这个素材才能够称得上清真 那我们介绍的这家清真马书饼铺呢 它其实就是靠近这个东门市场 那里头呢其实它早期的老板是当时随着国府拨迁来台的这一批所谓的金剧的演员 那因为来到台湾之后呢为了要谋生 可能就一边交戏一边把这个家乡位给发扬光大 那这个马书饼铺呢它其实是原来是跟另外一个老板合伙的 后来把它顶替下来了 那里头呢它是遵循的这种清真的制法 所以它的选用的素材跟它的这个点心呢 都是这个我们说的伊斯兰教徒也可以食用的 比如说它有这个北京的这种韩食十三角的小吃啊 像芝麻酱烧饼啊或者像是这个点椒盐饼啊 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种甜甜咸咸的这个小食 那也非常适合当做日常的点心来食用 对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最爱吃的就是烧饼夹酱牛肉跟烧饼夹酱肘子 芝麻烧饼一边吃一边掉芝麻 我就觉得哇好好吃啊好酥 然后里面肉也很好吃 对不过这家店它是因为是清蒸的关系 它没有酱肘子 不过这个酱牛肉倒是不错 大家可以这个不妨一试啊 好再来就有有点像我们刚讲和果子糖果子 这种有点像那种麻糬的那种点心对不对 对这个果然兵分呢 其实也是这个我们一般来说会吃这种什么柜啊 感觉好像都是比较老派的人在这个食用的 他们就是将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予以现代化精致化 所以你看它每道点心都非常的缤纷 光颜色就非常的讨喜 而且做的非常精巧 符合当代人的一种饮食的习惯 对的最后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 就是这一次放在我们旅读的封面上面的点心 我觉得你们这次放在封面这个点心选的很好 选的很好 因为也许有些人会选那个花红柳绿的 颜色很缤纷灿烂的 但是那种颜色很缤纷灿烂的和果子 其实我觉得更有更像日本的和果子 可是这个真的它的颜色看起来是大地色 可以这样讲吗 非常的素雅 对很素雅 对来介绍一下这一家叫做人际西点面包行 对这家其实是这个山东人所创设的一家 我们说一个点心铺 那就像刚刚曼娟老师形容的 它并不是以这个外表的鲜艳繁复取胜 而是在它的用料上 它非常的贴近所谓的北方风味 你看它的这种面点 都是以这个从皮到内线到糖浆等等的 都是由店家亲自的一群古法进行熬制的 所以有很多这种外地来到这个店家消费的 这些观光客都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扎实绵密 符合他们记忆当中的这种家乡味 对它其实真的是一种很古朴的点心 然后上面的鸭花也很漂亮 而且也很有古意 没错没错 它说这个鸭花本身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机器区压制 反而并不能够黏着的很牢靠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古法制作 才能够体现食材的真滋味 而且它还有做所谓的蹄姜月饼 现在没有什么人吃蹄姜月饼 我跟年轻人说蹄姜月饼 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蹄姜是什么东西 蹄姜是什么东西 对这个月饼就是它的含水量比较低 因为北方的口味是比较扎实 他们喜欢这样的一个口感 所以如果你想要体验 曼娟老师刚才提的蹄姜月饼的话 不如不妨就是来店来清尝一番 对那其实这些店家都很有意思 他们的资讯都很清楚的列在旅读这本杂志里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也想为自己和朋友办一桌所谓的寒食小宴的话 那么就来参考一下我们三月号的旅读杂志 今天也非常谢谢赵文来为我们介绍 原来寒食可以这么有滋有味的美好 是没有错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度过这个美丽的春天 是谢谢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是张玄所演唱的燕火 感谢你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祝您快乐 我们下礼拜见 小玄 Pour 如果 如果 我们像是笑着 如果 什么都不说 不说的是真的 我们像是笑着 是梦也快乐 等你穿越爱的历史向我走来 我在你眼里看清了相恋的面带 最近的黑白此刻再来 于是你不停散落 我不停失火 我们在遥远的路上白天 你也未必此是烟火 如果你在前方回头 而我已回头 我们就错过 很久以前人们都许诺 许诺要是谁 我许诺要是谁 我许诺要是谁